胡歌这个人大家都是十分的熟悉的 出道的年头已经不少了凭借着自己高超精湛的演技 让大家记住了他 他在圈内的好脾气人平好 但是大家皆知的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 但是最近好脾气的胡歌因为一件事 让他有点不开心发了标 这还是第一次见 胡歌发微博揭露经纪人的所作所为网友 人心难测经纪人对于明星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明星的行程工作都是由经纪人来一手操办的 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能干的经纪人 可以帮助早就一个好的明前途 不顺值的经纪人就可能把明星带跑偏了 胡歌就是遇上一个不太靠谱的经纪人 经纪人在当轰明星的身边 也是春风得意的过于的纵容 不免就会太过于放肆 做出一点出格的事 胡歌可能就是太过于纵容经纪人 导致他本事有点不知深浅 胡歌发微博揭露经纪人的所作所为网友 人心难测胡歌的人品 大家都是周知的在之前的一次车祸中 因为是他的司机操作不大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事故很严重导致了他的经纪人失去了生命 胡歌自己也是毁了容 或许是因为他心善的原因 这次的毁容并没有对他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也并没有追究司机的责任 没有埋怨他的司机 并且还是依旧任用着他 从这件事我们就不能看出他的大度 胡歌发微博揭露经纪人的所作所为网友 人心难测 但是这次胡歌却发微博公开的看 除他的经纪人看来 他是真的忍无可忍了 在早些时候他的经纪人就闹过一次乌龙事件 到处散布他要隐匿去留学的事 但是胡歌本人并没有将计划定下来 以至于之后的活动采访中 有些尴尬那次的事件 胡歌依旧没有责备他 但是这次他的经纪人就有点太过分了 居然背着他自己签了跟胡歌有关的协议 因此胡歌决定这次开除了他 胡歌发微博揭露经纪人的所作所为网友 人心难测 胡歌不仅是演戏好 平时在机场出现 也是很亲和的衣品 也是在众多男性中不错的了 上衣和下衣都是绿色的搭配 看起来整体效果很协调 让人觉得很舒服 胡歌个人是比较喜欢穿同色调的衣服的 看起来大气有格调 我们下期再见